近来,直播带岗成为当下求职就业的热议话题。 全国多地就业管理部门组织规模不一各具特色的直播带岗活动, 针对不同行业、不同人群开展在线专场招聘会。 不久前,成都市武侯区组织了一场物业物流行业的专场直播带岗活动, 把企业代表请进直播间,以访谈的形式为广大求职者推荐新一岗位。 招聘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,线下招聘对求职者的时间、地域距离等方面有所限制, 以直播的形式进行招聘,求职者在线参与度更高,得到的反馈更迅速。 传统的招聘模式受一些疫情影响的冲击, 还有就是说传统网络平台它本身的一些限制, 不如直播招聘这样的互动性强,直观性强。 比如说我们物业行业,其实更多招聘的话都是一线岗位, 比如说保安、保洁、工程这样的岗位, 他们平时可能更喜欢这样更直观、更有互动感的这种招聘, 而不是像招聘网站上这样冷冰冰的这样的一些文字。 据了解,午侯区于2021年3月正式启动直播带岗系列招聘活动, 截至2022年3月9号,已推出直播带岗系列招聘活动17场, 组织企业131家,提供岗位4590个, 为2468名求职者提供一对一精准服务, 初步达成就业意向984人。 成都市龙泉义区人力资源市场主任于方被网友们称为于姐, 从事就业服务工作近20年的她走到了镜头前开始了直播带岗, 近日,于姐来到了成都市龙泉义区的义工厂内, 近1.6万名网友跟随于姐的镜头, 在一个小时的直播里参观了这家现代化工厂的冲压、 汉装、整车组装车间以及员工宿舍。 每次直播前,于姐都要把网友关心的问题列在纸条上, 大到晋升路径,小到洗漱未遇, 在直播过程中都会进行解答。 于姐表示,探岗直播是龙泉义区新推出的人才招引形式, 旨在为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提供专业使用的实景求职直播活动平台。 比如说工资薪酬,福利待遇, 以及他们的市数,他们的周围环境, 我觉得这种方式比我们在那个直播间里面的方式更加准确, 更加直观。 直播带岗不仅为求职者提供便利, 还为用人单位提供自贵。